王祖兰cos葫芦娃被判侵权,赔10万元。 在安徽卫视的《来了就笑吧》综艺节目中, 艺人王祖兰曾cosplay成葫芦娃造型。 然而,这段表演并未取得葫芦娃的版权方上影场的授权。 安徽卫视认为,他们采用葫芦娃的形象并未给原告造成经济损失, 仅仅是对葫芦娃形象的创造性使用, 不仅没有造成不良影响反而对葫芦娃形象起到了推广的作用。 北京互联网法院认为,《来了就笑吧》中王祖兰的表演。 演员表演采用的服装造型虽然在发型, 演型上与涉案作品存在一定差异, 但金比对演员使用的大型半身图案。 服装配饰均与涉案作品相同, 而涉案作品中人物形象的美眼造型。 服装配饰占据涉案作品的比重较大, 是区别于其他作品而具有独创性的主要体现。 可以认定涉案综艺节目与涉案作品构成实质性相似。 关于赔偿数额, 由于双方未能提交证据证明上营场的经济损失及被告的违法所得, 法院综合考虑涉案作品知名度, 侵权行为时间间隔, 侵权行为影响范围等因素。 被告虽主张已经下架涉案节目, 但在庭审时仍然能够在线观看, 并未及时停止侵权, 客观上扩大了损害结果。